3月21日,韩国偷拍门艺人郑俊英现身法院接受逮捕必要性审查 郑俊英称承认所有罪行会服从法院判决,审查持续两个多小时 郑俊英在审查后双手捆绑并且转移至拘留所积压 在接受审查前,郑俊英曾在现场再次向受害者和国民道歉,并承认所有嫌疑 真的很对不起,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将谦虚地服从,虚心地接受法院的判决 我会对自己犯下的错事反省一辈子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